阿拉小妙招使用有趣 大家好 我是阿拉 经常做饭的朋友 肯定遇到过锅烧焦的情况 很多人都是直接拿钢丝球去刷 但这种方法呀 虽然可以清理掉烧焦物 但也很容易留下划痕 尤其是会把有防粘涂层的锅损坏 那今天阿拉就来给大家带来一个 简单快速清理烧焦锅的小妙招 三分钟焕然一新哦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将白醋倒到锅里面 能把黑字覆盖住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直接把白醋烧开 煮三到五分钟 好了咱们现在关火 再往锅里加入点凉水 然后拿白结布在烧焦的锅底 轻轻的擦几下就可以了 哇塞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干净就跟新埋的一样 而且完全不费力气 相信每个做饭的朋友都会喜欢这个妙招的 其实呢这个原理也非常的简单 白醋中呢含有醋酸 它能与黑字中不溶于水的钙 美盐和碱反应 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盐 从而达到除去烧焦黑字的效果 那正在上初高中的同学 或者是家里有初高中孩子的家长朋友 一定要好好看看今天这个妙招和原理哦 谢谢大家